乙薇 這邊是什麼事情 發生在你的小阿姨身上 對 就跟廖老師說 有一點相似 就是你去參加人家的告別 是什麼有很多禁忌 因為之前就有發生過 我有一個阿姨她過世了 然後我媽媽就跟著小阿姨 要去祭拜她 可是因為我媽媽就是知道這些東西 她都不敢亂看的 可是小阿姨就是比較不信邪 她就覺得沒差 所以她就這樣到處亂看 到處亂看 可是參加完那一場告別式之後 回來之後小阿姨就變得超級不對勁 她就那種半夜 會突然大叫或半夜去嬌花的那種 就是行為變得很詭異 然後大家就想說她怎麼了 然後想說帶她去廟裡拜拜好了 可是一靠近廟要踏入那個門之後 小阿姨就很像抓狂 就會大聲尖叫什麼的 然後大家就想說怎麼了 一定要把她帶進去 而且因為我小阿姨 她個子很小 她才一五多而已 可是那時候大概要五個男生抓她 才有辦法把她抓進去 妳這樣傷很多人 臺灣一五多的女生很多 對不起 花蜜陀包 對不起 不要自己一六多就講這種話 對不起 惹到遲者也不好 惹到生者更難吧 所以先道歉 然後他們就帶去之後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 也是會通靈的師傅 然後後來就有講說 因為小阿姨那時候就告別式 然後她可能有亂看 然後就其中有一個王者 她就看到我小阿姨就覺得很喜歡她 就想要把她帶走 所以她就一直糾纏著她 可是因為小阿姨的體質 可能比較虛弱或什麼 就沒辦法抵抗這些 所以她那時候精神狀況一直很不好 大概有一兩個月 可是就一直不斷地去廟裡 一直輪回這樣的事情 然後過了很久之後才解決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可能跟對方 談好很好的條件 可能我燒多少東西 我怎麼樣怎麼樣 對方才放過她這樣子 小阿姨當時多少 小阿姨那時候也差不多五十幾 但我小阿姨就是蠻漂亮的這樣子 那是什麼樣的怪異的行為 她就是半夜會突然爬起來 就是嬌花什麼的 然後或者是就是這樣子 看著小朋友就是很詭異 或者是半夜他會自己跑路去散步什麼的 我想說 半夜三點 對 她說有跟王者對眼睛對上 對 然後對方就覺得她很漂亮 就想要把她帶走 想要娶她這樣子 對 眼睛不能看王者的眼睛嗎 她是看她的那個遺體嗎 她是看那個照片這樣子 對 也不要去看 這太難了啦 呼朋友 很難欸 對啊 你就不要靠近去正視她嘛 就不要 那個什麼對那邊那麼遠 怎麼可能靠近 可是你總是會靠 可是就是運好的 她應該沒事 就是怕她本 那一年的流年就是怕有這些機會 真的 所以很多人到過年前都 我過年前超忙 就是大家排流年 看有沒有什麼好的要去把握 不好的要去避開 那要看哪裡 不看眼睛看哪裡 就你 其實你知道說 你有這些際會的時候 就是不要去 盡量不要靠近 她的遺照 就是一個恭敬的心去參加就好 那如果說真的 很多就是我會 之前就看到我會提醒說 今年要避開商事 可是都會碰到 因為那個就 他就會碰到 那就是像蘇律師講的 比如說你身上帶個護身符 或是基督徒 聖經 或是帶個末草 聖經 雖然可以 雖然可以 或是帶個佛經 或是御守 就是保護護身符都可以 其實受儒家文化影響 那個叫什麼 靈有傷不像歌是不是 對 靈有病不像歌 在民間說法是說 那人在運氣不好的時候 才會被鬼看到 那但是反過來 鬼在運氣不好的時候 才會被人看到 所以那個凝視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算是說 雙方都已經是運勢最差的情況下 這樣子就容易產生交流 那這個交流就是有點類似像 不管是附身或耍到 都很容易產生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如果你真的跟他對到眼 就當作不知道 然後就像剛才聖梅講的 不要去凝視 讓他知道他看到你 這樣子就可以 凝視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有一段時間 不是說那兩個婦 有點教會就不行 反正參加告別式 如果是佛教或道教 就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 內心默念 南無阿彌陀佛 對 那是什麼意思 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皈依阿彌陀佛的意思 那阿彌陀佛就是說能夠引領這些亡靈 可以去好的地方 西方極樂世界 那一般就是說 除非基督徒 然後或是別的宗教 一般道教佛教 在這個喪禮一定都會念南無阿彌陀佛 甚至那個念佛基也會不斷地讓他念 要不然喔 要不然你就參加團體上的宮祭 對 不要各別 主祭官 蘇嘉宏 我們就米後拚 對 沒錯 我們現在都很 大家都很 就是就算是一般的民間 我就會跟他講基督徒 他們就會 他們就直接會讓我用憲果就好 不用拿香 我覺得蠻好的 我們米後拚 對他們三姐公的話 好 那麼 以為的阿公前不久過世了 對 家中也辦喪事 你說錯話了 對 你說錯了什麼話 沒有 因為那是我們 就是頭七的時候 不是都會辦一些儀式嗎 然後那時候其中有一個親戚 他可能就是有 他是看得到亡靈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他就有跟我們講說 你阿公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說因為他是生病過世的 就說他剛剛有講到說 就是剛剛師父念的那些經文 他好像是沒辦法領到這個功德的 然後我就藉一個好心 我就跟媽媽講說 那要不要下一次我們重辦一個 然後說念可能別的 可能什麼鑰師肌 重辦一個 對 我就說重辦一個 然後就被媽媽罵了一個臭頭 就說重辦一個 你以為再發生一次是不是 發火 那我說媽媽 可是我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有頭七還有什麼滿七 我其實一直想說 要不要下一次的那個法會 我們可能念別的經這樣子 但就是一個說說 他說重辦 然後就被罵到一個push 其實以為應該是好意啦 對啊 希望他理不到 對 在這個往生西天的時候能夠更好 可是他這樣 媽媽罵他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氣場 勝過他講錯話 那個氣場會消滅這些事情 如果他不罵 心裡一直卡卡 有時候這些忌諱就會不好 對 OK 那你說這個有人折蓮花給阿公 對 這有什麼不好 滿好 因為那時候就是 上醫生就說你們要不要用買的 可是我好像說自己用折的 比較有心 我就說讓我們自己折好了 然後當醫生就說 我這邊後車廂 我有一些蓮花紙幫我給你們 我就說好好好 然後就回家折一折之後 發現他有個大袋子 紅色袋子 可能是要裝蓮花或什麼的 結果拿出來發現 那個紅色袋子上面 他已經寫了別人的名字了 我想說 什麼意思 所以你是拿別人的給我們嗎 然後我們就 媽媽當然就很生氣 就去跟張醫師的反應說 你們怎麼會這麼離譜 怎麼會發生那種事情 可是我們心裡 就會一直有點過意不去 想說這個是給別人 這樣是不是很觸眉頭 或者是說那你是不是拿了 別人把它燒給別人的紙 然後拿來給我們折 那這樣是不是不好這樣 然後我都可以來問一下老師 是 這樣可以 如果你心裡面 因為我們講的 台語就是如果這個東西是他的 他會很認真 這個是我的 你怎麼拿到別人家 那如果我們很 有掛礙的話 就是我們再買一份一樣的 請那個殯葬業者 再還給對方就好了 對 你就不會有有所欠的感覺 這樣子 對 有的人也很好 就是他們會幫忙折 或者是已經折好的來送 這個這個OK嗎 OK啊 OK 可以啊 那折蓮花王折 他的藝術是什麼 折蓮花很重要 對 因為這個蓮花裡面 他有皺紋 皺語 比如說有往生皺 就好像一般人往生之後 會蓋一個往生背 對 那這個往生背就可以讓這個亡靈 比較能夠避免一些冤親債主 或是再來傷害他 來偷賊 或是途中有碰到一些 就是無主孤魂來欺負他 因為我們人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人 他本來就比較 個性比較好說話 或是比如說他沒有那麼兇 沒有那麼兇悍 他離開的 他的這個意思也會是這樣 比較容易受欺負 所以你用往生背的話 能夠保護他的靈體 蓮花也是這個意思 對 那蓮花也是 蓮花就是你燒化蓮花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他會有蓮花引渡 所以我們在七月超度法會 我都會跟信仲來參加的信仲 結緣好幾萬朵的蓮花 幫他們就是幫他們鋪路 蓮花會化成光芒引一道路 然後就有神明 來 多少蓮花 大概可以 都可以 一百個 就是一百零八朵 是一個圓滿 就是幫他做功德 做一個圓滿一百零八朵 是是是 一百零八朵折得出來 可以 對 如果你可以倍數 比如說一零八 然後再二一六 一直double 二一六的double是多少 二一六的double就是五 四三二 四三二 心算很慢 你小學多哪裡 因為我常常都是 我常常都是十倍 我都是畫那個一零八零 對 要不然就是一百倍這樣子 對 四二六 四二六的一倍多少 四三二 四三二的一倍多少 八六四 八六四一倍多少 一 一七二八 一七二八一倍多少 好精神 三四五六 現在做節目多輕鬆 三四五六 好 老師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我看人家蓮花有分上座跟下座 那如果真的要準備的話 是上下都要嗎 還是說只要上面的那個蓮花就好了 老師是今天來做節目 像這個問題 現場的這都要包包包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斬米船 斬米船 老師請問一下 其實有做也可以 沒有做也可以 像有一種就是 專門的超度蓮花 他一般都沒有做 對 那一般我們家人者的話 都會做 做這個蓮花座 其實都是可以的 確定說 宜威 他因為時間太趕了 上完節目 他馬上必須要去送別這個朋友 穿這樣可以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我們參加告別式 跟去廟宇一樣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比較尊重 比較端莊的服裝 表示敬重 那穿這樣又那麼漂亮 對不對 那邊很多那種 那個阿飄有的男的什麼的 比較容易被干擾 他會被干擾 對啊 還是阿飄被干擾 阿飄會也是被干擾 互相干擾 阿飄會跟他回家 對 阿飄會跟他回家 你一定繞到腦袋了 沒有 先買 先買 OK 其實因為我的媽媽 這個去世的時候 那媽媽九十三歲 所以兄弟姐妹 雖然是在生命館 大家這個坐在椅子上 都不講話 當然在那邊摺蓮花送給媽媽 其實我覺得那個氣氛 我的感覺很平靜 很奇怪 我就覺得非常好 就是兄弟姐妹聊聊天 然後覺得共同為一件事情 大家在那邊努力 希望能夠媽媽有一個比較 到另外一個世界 有一個比較好的境遇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好 所以我覺得摺蓮花 那個事情是不錯的事情 而且自己的子女去摺這個蓮花 那個那個孝敬的心 那個蓮花的力量會更大 對 是 自己人摺的比較好 尤其是自己的親生子女 那你在摺的時候 其實媽媽都會感受到 她會是安心跟開心的 她會很放心的離開 用妹就比較不什麼意思 對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命運好好玩